皇帝是要把十二哥 送到贤卿王府里养育 是 皇上 万万不能啊 十二哥才刚满月 身子都孱弱得很 臣妾实在是舍不得的呀 正是因为身子弱 需要万分精心照顾 朕才不舍 你日日看着担心 太后 皇帝 十二哥身子弱 哀家多费心一点就是 若是让皇娘养着 劳心费神也就罢了 要是孩子头疼脑热 淑妃担心 您也难过 若是送到淑妃那儿养着 只怕淑妃会日夜悬心 连自己的身子也养不好 还请皇娘见谅 可若是把皇寺送出去羊 终究不妥 这前朝有过先例 皇寺体弱 送到外面养着 以求身体康健 贤亲王夫妇 德高望重 先前也替皇娘养过横蹄妹妹 朕十分放心 可是皇上 淑妃 十二哥是你与朕的孩子 朕如何不担心 只是这青天见说 十二哥与朕父子无缘 朕担心他是因为这个 才身体弱 离得远些 或许也就好些了 这样吧 朕让贤亲王 把十二哥冲为养子 为他启明纳福 等他大写 再把他抱回来 也就解了天相之说 十二 十二哥也送出宫两个月了 臣妾实在是想得慌 皇后娘娘 您能否安排安排 让臣妾与十二哥 见一面也好吗 皇上吩咐过 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会让贤亲王的福尽 把十二哥抱进宫里 本宫 也不好违抗善意 难道臣妾 就真的只能靠着看着皇上的御史 打打十日了吗 皇上 淑妃娘娘对皇上一片痴心 皇上为何一直没在着醒 皇上知道十二哥肾气虚弱 是从母体中带来的 可淑妃肾气虚弱 也就是因为那些错胎药 皇上心里愧疚 再加上青天剑所严 也就不见了 这真是左膩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皇上 十二哥病重 您让臣妾接他回来吧 十二哥病着 他一直在 贤亲王府养着 突然抱回来 也会不习惯吧 孩子病了 身为额娘的 不能亲自在身边照顾 臣妾实在是愧为人母啊 皇上 求您开恩吧 这十二哥是朕的儿子 朕怎么会不心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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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妃 现在过世烦扰 你就暂时别和朕说这些吧 你就暂时别和朕说这些吧 皇上 臣妾从未曾求过您什么 但如今 臣妾为十二哥担忧 太后为端枢长公主游戏 求您了 求您让孩子们都回到 额娘身边吧 你从未替皇娘说过话 如今也忍不住了吧 臣妾是太后送进宫里 臣妾要避嫌 子侄要避嫌 所以多年来 臣妾从未曾多说一句 也未曾做过任何 让您为难的事 但这次不同 这次是两个额娘的请求啊 他们都太想见到 自己的孩子了 皇上 你怎么忍心看着母子生离啊 好 朕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朕 还要和大臣们商量过失 为什么 为什么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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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淑妃娘娘 皇上这会儿正有事呢 你去跟皇上说 咱们的事儿可没了 咱们的孩子没了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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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帽子 小心 inte 倒啊 皇上 您 白天啊 我母儿氣不到24號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孩子没了 臣妾对不住你 臣妾不能留住我们的十二哥 臣妾这个作恶 你要的没用啊 淑妃 你要节哀 你还有朕 主儿 您怎么起来了 皇后娘娘送来了红绳汤滚的野鸡崽子 您可要用一些 不必了 我四入礼朝的那些御师呢 都放着呢 您怎么突然想起这个来了 快拿来 那些都没抄完呢 这天都黑了 主要没有用膳 何必去碰这些费精神的活 拿来 是 以散贤愁 住玉园 无端藩制暗销魂 但逢锦雾是锥香 是爱绝凄凉 不人烟 这是那年皇上来圆明园 当年孝贤皇后所写的诗啊 皇上对孝贤皇后念念不忘 太日若我去了 皇上是否也会想起我呢 主儿 您说这些不吉利的做什么 您身子虚弱 禁不住这样熬着 好 淑妃 你要顾好自己的身子 臣妾能为皇上做的已经不多了 臣妾能为皇上做的已经不多了 还给我 还给我 你还年轻 还会有孩子的 臣妾 臣妾知道自己身子若难以犹豫 喝了那么多年药 好不容易有了十二个 却还是没能留下他 但是臣妾对不住皇上 是孩子福报 你别总是责怪自己 臣妾留不住孩子 也无法将这一世的恩情回报于你了 能做的 他 就只有将您的遗事超整厕子 他日 若臣妾真的跟孩子一起去了 皇上也能看着臣妾的笔墨 留个念想 你别胡说 你别胡说 太医院的人 盖了一些凝神的药 正为你喝 啊 你不信心 我没见过 你不信心 你不信心 我真的没了 我没了 你不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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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了 你不信心 朕妃 淑妃等你好了 朕要与你冲头来过 姐姐 你难道不觉得奇怪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 座胎药没有让咱们怀是孩子 难道不奇怪 于是我就托人去了宫外 拿着药杂和方子一看才知道 知道什么 皇后娘娘 难道也没告诉你是什么吗 皇后娘娘甚少喝座胎药 她能告诉我什么 巡ources 那么我来告诉你 你和我喝了多年的 从不是做台药 是碧橱有孕的药 我不信 不信 姐姐 你看 这方子的药是不是有错 上面所书 数字经中几位名医之手 绝不会有错 是阿哥 可怜的孩子 不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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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胡说 皇上这样待臣妾好 是真心的吗 怎么突然问这个 皇上多年来赏给臣妾的做菜药 到底是什么 这太医院开的自然是做菜药啊 那为什么 为什么臣妾托人去公外查问 那药根本就不是做菜药 还是让人世寝后不能有孕的药 那些江湖游医的话不可信 臣妾也想知道啊 这外头的也是名医 为何他们的喉舌 就与太医院的不同呢 四宋十二哥走了 臣妾就一直疑惑 为什么臣妾久久扶着做菜药 都未能有孕 偏偏这一提了药臣妾 便怀上了十二哥 淑妃 有些事情 不该追根究底 一味地寻死 只会徒增痛苦罢了 追根究底 然而皇上也怕臣妾追根究底 那就容许臣妾再追根究底一次 皇上多年来对着臣妾虚情假意 还屡屡不让臣妾有余 难道就只是因为臣妾 是太后所见的缘故吗 是 臣妾得以陪伴在皇上身侧 臣妾真心感激太好 但这绝不代表臣妾定会受太后所指 这么多年来 臣妾对皇上的一片真心 难道皇上真的不知吗 你的真心 朕也是看了很多年才知道 这才刚知道 你就来避问 淑妾啊 是不是 你和朕的缘分已尽 一点余地也不留了 皇上 臣妾多年来静退两难 总不愿为太后多言一句 就是不愿意让您为难 可没想到 臣妾清清白白一个女儿家 原以为 尽了功能跟相爱之人相守 却不料 白白做了你们母子的棋子 你为难 难道朕不为难吗 这世上 有谁能真正理解朕的真心 又有谁能真正明白朕的处境呢 是臣妾错了 臣妾总以为 只要自己一心待皇上 皇上待我也总能用几分真心的 原来年少其梦 都是锦花水月 淑妃 是阿哥走了 朕原想与你好好地相处下去 可如今也是你 弃了朕的心意 是啊 是臣妾错了 臣妾就不该在皇上当年出宫时 摇摇一见倾心啊 皇上您可知道 放在臣妾闯进来是看见您的模样 风姿迢迢 好玉树琳琅 却和臣妾当年初见您时一模一样 只是臣妾这一生 见过最美好的模样了 主王 主王 主 你怎么了 你们都下去吧 别跟着我了 主 今天是十二哥的三妻 你们都不许在这儿待着 全都给我去佛堂里陪着他 快去 是 怎么办 我先不许出身子 我先去看一下 你自己是一个人 你自己是一个人 你不要肯定 你我能肯定 你做的那个事 我需要肯定 我还要肯定 我肯定想想想想想 我無濃雨 朝陽照 唯闹笑尽一首 哦 佳姐 妖宗一样 雨沉沙中 暗夜 月亮 芒畜无头 冬离把酒黄 昂缓红 二斤才到当时做 心绪凄迷 红泪偷锤 满眼春风 百是非 而今才到当时做 当时做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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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